好 进入到这一段节目 我们继续来探讨哦 今天虽然全值股是跟着辉达跌 但还有另外一个卖压 出现在所谓的高息股哦 哇 以前高值利率 我们说下档有保护 现在高值利率一除完息 卖压山大哦 今天连墙盘中一度打到跌停板 像之前划顾也中错 对不对 还有很多的股票 只要被高息ETF一纳入 好像下场现在都不太好 我们要来解读一下啰 毕竟他们是极有股啊 是不是一个好的买点 还有就是外资的空单 还是居高不下 这代表后市有可能让台股跌到哪呢 来欢迎这一段的三位来宾哦 第一位是股市施工有年老师 好 有年老师在这一段节目会告诉大家 他心中现在有两道阴影 这两道阴影有多大 就会影响台股跌多久 但是呢 阴影总是有好有坏哦 今天有年老师会深入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么多高息ETF的共同持股 过去我们把它当保 觉得殖利率很棒 现在一除息却呈现大贴息 甚至价格还直接被杀下去 好 到底我们是应该在除息前 把这些股票卖一卖 符合哪些条件要卖 还是应该除息后 快开心心把他们买回来 哪一些条件该买 等一下听有年老师的分析哦 第二位是古奇双分析师 小明同学季伟明 小明同学今天就要来告诉你啦 上个礼拜提醒您四五日有卖压 哎呀 这个一卖下来 到底要卖到哪里去 时日线有撑吗 还是要到月线呢 外资的空单水位现在非常高 但是散户的小台反而偏做多耶 小明同学后来告诉你 从这些筹码来判断后续台股的走势 另外今天介绍两个产业 一个是IC风测跟COAS相关 另外一个就是被动元件咯 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题材猎人哈伟哥 哈伟哥今天火很大 怎么说火很大呢 战火很大哦 现在地缘政治的风险 越拉越高 过两天有环太平洋军演 所以今天的军工股有动哦 那另外一个火什么呢 另外一个就是太阳的火很大 现在走在路上 感觉上我们都要融化了 所以汉伟哥从题材的角度告诉你 哪一些酷暑概念股 你一定要留意咯 好 首先有请师公 师公你现在有两道阴影 是 还少48道 好 两道就好了 因为上一段节目你有讲嘛 台股的量价关系很复杂 对 你的男女关系不复杂 不复杂 所以两道阴影就好了 可是有可能修正要进行到两周吗 这个我们要说明一下 那所谓的我们要说明一下呢 就是讲说这个大盘到底会休息一周还是两周 那如果是一周的话呢 那就表示说这个礼拜就一路下来 是 当然中间还会有一些反弹 那可是呢如果是两周的话表示怎么样 这个礼拜呢 这周线搞不好是留下影线 然后再拉起来 那下个礼拜还会再跌 是 到底要怎么选呢 对这个就是我们呢 稍微的跟大家 现在是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那其实真的影响我们台湾股市最重大的 有两个件事情 第一个呢就是挥达 好 挥达的股价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个礼拜五呢 因为这个挥达选择权到齐了 所以卖压非常的重 所以它跌了3.2% 所以它跌下来 它跌了3.2% 那其实礼拜四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预先的这个卖压出来了 是 开高走低 对 就开高走低 然后礼拜五呢 这个下 然后现在你可以看 它已经跌破了这个五日线 那十日线呢 还在这边撑着 还在继续的想办法撑着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卖压出现呢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选择权到齐之外 还有一个呢就是呢 那黄文旭呢 在五个交易之内就卖股套现了25亿元 哇 好帅 我们只能羡慕 因为它早就已经规划好了啦 对 它们这个财务规划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过呢 因为它二十六号呢 要开股东会了 它股东会呢是好事 对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之前讲过了 法说会的时候 大家可能还会呢 做点老实数 就是它好的也讲 不好的也讲 可是呢 在股东会的时候呢 它一定会讲什么 一定会讲愿景 是 因为呢 这些股东呢 如果不爽的话 可以把它这个 把它从这个总裁的位置上 拉下来的 对不对 股东会好像都讲好话 还会秀秀股民 对 没错 因为它会讲一些愿景 这个所以呢 我们是认为说 它股东会之后呢 它是有机会止跌反弹的 所以呢 对我们台湾的股市来讲的话 当然也是有好处的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在说除全息了 因为呢 这个礼拜呢 大概有一百 我如果没记错 有一百四十几家的股票呢 要这个除全息 是 那么大家本来想说 除全息好事啊 好事啊 然后填全填息 对啊 对 都是好事 结果没有想到呢 今年好像不一样了 是 那你看 连强呢 今天除息 对 今天除息 它就不啰嗦 直接跳空 开低走低 一路打到跌停板 还好尾盘是有拉起来 那你说连强这支股票好不好 其实不错 对啊 其实还OK的一档股票 那为什么会跌成这个样子 那其他的除息的股票 尤其是高全息的股票 高息值的股票 几乎都大跌 其实我觉得有个最主要原因 是因为呢 他们在除全息之前 都已经涨了一大段 是 所以呢 会有这种 我参加了除息 然后我卖 把这个股票再卖掉 我还是在赚钱的 对不对 还是在赚钱的 所以呢 这个卖压就会比较重了 那另外 00919 高息ETF的除息 对 那也贴息 这什么回事啊 这 可是哦 你要注意哦 今天我们大盘跌了多少 1.8% 将近2% 对不对 可是呢 0.199 它跌了多少 1.3% 它跌幅是比较小的 还是有一点点抗跌性 对 还是有抗跌性 而且呢 今天的跌呢 非战之罪 因为整个大盘之罪 几乎所有的股票都跌嘛 是 好 所以呢 我们看大盘 那大盘呢 其实我认为说 在这里回档 其实是正常的 一个正常的走势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觉得趋势还是在向上 现在呢 有很多人是认为说 如果从周线来看的话 日线来看 他们大部分都认为说 这里已经涨了五波了 是 所以呢 已经进入末升段了 那应该要出现一个 大幅度回档的走势 我不排除呢 它要回档 可是呢 要注意看 这里是第一波 这边第二波 这边才是主升段而已 是 主升段 那它现在如果回档的话 它可以做这个 第四波的回档 所以还有机会走五波 对不对 是 它还是有机会 五波向上 还是有机会的 那么 简单的讲 就是说 现在整个趋势 还是属于一个多头的格局 多头格局 为什么我们认为 整个趋势还多头格局呢 因为大家看一下 这第一季的景气 对这个讯号 是黄红灯 对不对 叫骨鱼踹贡 对 对 对 没错 是不是 它讲的 对不对 黄红灯 黄红灯呢 表示怎么样 GDP还有上升的空间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台湾股市呢 现在其实呢 你已经 它已经进入1985年 到1990年 大多头的模式 那个时代呢 这股票的涨 它就 它如果在上涨的时候 它就不停地涨 不停地涨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在上个礼拜呢 就有这种趋势了 对不对 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 就是大家觉得 两万二差不多了吧 对 然后它就 两万两千五 差不多了吧 两万三 两万三千 差不多 两万三千四 对不对 它不停地 然后呢 跳空缺口 一直在不停地上涨 那可是呢 回档的时候 它也是急跌 这个跟当时的模式 非常的类似 那非常类似呢 那表示 大家都很担心 就是说 那你这一波的是急涨 那会不会就已经 进入最后一波了 那可是呢 当年的时候 在当年 大家有经历过 那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没有人在担心说 现在是不是在最后一波 大家全部都是 去追股票的 没有人是等拉回的 没有人等拉回 我羡慕您 还真没经历过 OK 好 小孩子 小明同学 搞不好还没出生 对 那目前呢 是处于第三波主身段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它目标到底 主身段的目标 到底在哪里 好 很简单 这个第一波呢 是从8523 涨到18619 所以它涨了 百分之218 是 那么理论上来讲呢 它整个的波段的涨幅呢 是2.18 就是两百 百分之218 乘以1.382 是 这个是黄金切割率 所以呢 答案是多少 25700点 是 那么现在这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个除全息热度是 还能够报吗 因为接下来的 这个是这个礼拜 要除全息的股票 好 这个礼拜 对 对 那有些股票呢 除息之后 你还是 除息了 你还是可以报的 因为它为什么可以报 因为它有可能会去填息 有些股票已经跌过了 对 对 它有可能会填息 那有的股票呢 就比较麻烦 因为它可能没有办法填息 像是这个 等一下我们会举例子说明 好 OK 那么现在要 这个礼拜呢 要出息的像伪创啊 金城超风啊 智源 国具 长荣 威钢 跟这个润态星 那你可以看 它第一季的EPS呢 才是表现的 普遍都不错 只有智源呢 它第一季的EPS是衰退的 其他都是大幅度成长 那另外呢 到了五月呢 营收呢 它还是成长 只有呢 智源是衰退的 还有这个润态星 可是润态星 因为它大部分是营件 对 所以它是完工入账 所以这个不能看 五月份 几月份的营收 这个不能看 那么其他的呢 你可以看 那大家呢 都是成长 所以 其实表现都不错 都不错 但后面可续报 对 这个圈圈 可续报的呢 像是伪创 还有智源 智源都衰退 你还是可续报 对 还是可续报 因为它未来的 还是不错的 OK 好 那么国具也是一样 因为 能不能够填息 其实是看未来的营收盈余 是不是能够显著成长 是 因为它 我们现在 现在除息 除悬的股票 它除多少 是看去年的 这个盈余 对不对 那能不能够填息呢 是看未来的盈余 能不能够显著成长 还有呢 第二个 就能不能够呢 成为呢 这个ETF的热门股 是 能够的话反而不好 是不是 比较好 为什么 你说未来啦 对 未来 因为它如果是成为 这个ETF的 它除息以后 那么这一些的这个ETF 一定会用力把它拉上来 是 对不对 我们往光明面看 对 不要往阴影面看 这当然啦 我们躲在阴影里面 看外面 看光明面 OK 好 那我们看第一个 就是国具 国具被动元件 对 被动元件的 重点在这里 它今年呢 除息20块 加上呢 配股2块钱 那所以呢 它以它现在的股价计算的话 它的殖利率大概 总殖利率大概是18.9%左右 将近19%了 那它上 重点在这儿 上市配发股票鼓力的时候 是在2018年的2月 结果呢 它当时的股价就是波段的最低点 是 所以这一次会不会历史重演呢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长荣 长荣 长荣 我就比较 认为说 可能要稍微的 提防一点 提防一点 重点在这里 这边是个大量 对不对 这是周线嘛 这边大量 这个大量的低点是201块 是 今天的收盘价 也是201块 那除息之后 它会不会跌破201块 那跌破201块的话 这边就变成一个大量的套牢区 就变成一个头部区 所以呢 对多头会比较不利一点 这一点 投资朋友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而且毕竟它也是高息ETF 共同持有的重量级公司之一 对 对对 没有错 好 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好 再过来呢 就是记底作帐了 我们现在 刚才讲到一些ETF的持股 对不对 那现在呢 要注意的时候 因为记底作帐了 那ETF呢 它是不是要做一些账 是 是不是要做一些账 尤其呢 像我们之前讲过的嘛 00940嘛 那它要再做账啊 那它是 那它做账 要做什么股票呢 当然就新纳入的成分股 对 那这一次新纳入的成分股 大家不约而同的 都纳入两类股 一个是这个金融 一个是银建 好 你怎么给的表情不一样呢 对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哭脸的 先看哭脸 对 银建股呢 今年应该有可能 还会再见到高点 那可是呢 即使不是高点的话 可是问题在这里 在政府不乐意 见到房价大涨的情况之下呢 银建股呢 短期之内 它应该会蹲低一点 避开风头 好 因为之前的央行领监视会议 对不对 有特别提出来吗 对 第二户的贷款陈述要下调 没错 就隔天银建股大涨 就觉得 哎呀 这个不是 这么有没有看脸色的 是不是 对不对 我们做人做事 都是要看脸色 所以可能会接下来 一连串有新的政策 对 难免会干扰 对 没错 所以这个我就觉得比较 可是呢 那像金融股就不一样了 金融股呢 因为防疫之险去年 防疫之险之乱呢 因为去年六月 五月就结束了 那所以它真正赚钱 是从去年六月才开始 那可是今年 它等于赚了半年的钱 那今年呢 是全年都在赚钱 因为没有防疫之乱 所以去年的获利 远高于前年 那今年更是会 全年赚钱 所以会更会高于去年 那所以呢 今年的殖利率很高 对不对 可是明年的股力 应该会高于今年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未来如果说 盈余一直成长的话 不但填息有机会 而且呢 明年可能还会有更高价 可以值得期待 而且如果明年 有成长性 鼓励会增加 那高期ETF 可能续报 或纳入的几率更高 对 没错 没错的 所以我们以个股 来说明的话 中信金 那么上个礼拜呢 外资翻多了 它本来是投信买超 对不对 外资在卖 那现在呢 它是这个外资跟投信 都在合作了 我常常讲嘛 内外资 就是土洋对坐的话 那是股票的股价很难说 可是土洋合作的话 对 应该只有一个方向吧 对 对对 好 再过来呢 是华顾 好 除息受害者 对 我们要讲一下 这支股票 为什么呢 它在除息的当天呢 这个跌了8%多 对不对 然后今天呢 继续跌 再跌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有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呢 因为今年呢 它只有两个建案要完工 因为我们知道的建案 它们都是呢 完工入账法 大家不都看明年吗 对啊 可是呢 你今年只有两个 两个建案要完工的话 意思是怎么样 它今年呢 大概营收 大概只有81亿 可能获利会下降 对 它81亿 因为只有去年营收的 51%而已 所以它的盈余一定会下降 对 营收盈余都会下降 盈余收都会下降的话 你要填息就很难了 是 困难就会很高了 所以呢 再加上呢 外资呢 在上个礼拜五呢 也大卖了3892张 所以我觉得这档股票呢 可能会 短线上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好 等于是现在 除了看今年的殖利率 对不对 是 还要先去预测一下 明年的殖利率 没有错 如果明年的股力可以提升 对 即使股价可能已经涨了一段 也不要太担心 没有错 可是如果明年的股力 有可能不如今年的话 对 就算它现在还没有涨的话 也要小心一点 好 这边非常谢谢施工友谈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